我們預估今天的交流量整體來看還是在大概在110到120之間的一個百萬車公里 大概也是平常的1.3倍 那其實在今天上午車的量也是不小 大概在幾個局部路段還是有一些零性的雍舍 那包括像是一些事故的一個影響整個車流的回堵 大概也都在我們大概整個剛剛有看到 大概在古洋高架端那其實有一些事故的回堵的一個情形 那下午開始大概還會預估 還會就是有提前的北凡的車草 尤其是國道5號大概下午3點一直到8點 都會呈現車多用車的一個現象 大概到8點過後才會逐漸疏解 所以我們也呼籲如果要這個時間上路的話 可以多使用替代道路 包括像是台9線 或多使用公共運輸來完訪整個國道5號 北凡高方還是以假期的第三天 尤其是下午的時段為主 大部分包括像是西部國道還有國道5號 尤其是國道5號要北凡的用人 我們還是多呼籲在假期的第三天 多使用上午的時段 尤其是第四天我們大概有0到10時的一個免收費措施 也會用朋友如果不趕時間的話 多利用第四天上午的免收費時段 比較好走的 公主這邊也提醒大家 行車時要保持安全車距 切勿疲勞駕駛及酒駕 上路前可以多利用1968APP查詢路況 避開庸勢的時段以及路段 高公主這邊祝大家 今日中秋節行車平安 謝謝大家